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他和反对他的两派相持不下 甚至有人为此是割席断交 文章就提到了一位老家是树洋的年轻人 在他的微信群里 同学之间仿佛就炸开了锅 那吵得不可开交 甚至有人激愤退群 求和本身他就是一个矛盾体的存在 他在昆明曾经引进了40名博士 想以此来规范政府的办事程序 看起来很推崇这个规则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他自己又像是一个暴君 在权力范围之内是唯我独尊 他的偶像 那就是前不久刚去世的李光耀 他曾经引用李光耀的话 说从来不在乎民众支持率 不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 我认为马基亚维利是对的 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 早年求和呀 说过另外一句著名的话 说越是落后的地方 越是有改革的空间 作为这句话的旁证 无论是在肃签还是在昆明 大拆大建造成运动 就成了他求和的标志 这一套简单粗暴的发展模式 他并不是这个求和首创的 事实上多年以来在很多城市啊 那就是官员提高政绩的不二法门呢 因为他的确可以带来极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不过呢 求和模式的命门呢 还是在于他透支了未来的发展动力 大拆大建的逻辑 无非呢 是政府征地拍卖 房地产商呢 盖楼卖楼 虽然你政府有钱了 但经济增长是后继乏力腐败增生 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 更不用说什么对历史人文 对自然环境的那不可逆的破坏 以及对世道人心的败坏 我们回到这封面 孤独求和 其实啊 论语里有这么一句话 说德不孤必有理 最近黄刚中学再度的引发了关注 不过呢 这一次的点不是以往的高考神话 而是那神话的破灭 有媒体报道 近些年来黄刚中学是风光不在 从1999年之后啊 他就再也没有出过这个全省状元 从2007年以后呢 就再也没有获得过国际奥赛的奖牌 曾经这湖北黄刚中学在高中教育领域 那是神一般的存在啊 高升学率高获奖率 给这个城市呢 带来了无尽的荣耀 每年高考一发榜 那就是最热闹的时候了 街上到处都喜气洋洋 餐饮业的生意呢 是格外的浑火 一些酒店天天忙着办什么呢 办庆功宴办谢师宴 马路上啊 到处都挂着横幅 上面就写着 热烈祝贺 某某某金榜提名 不光是本地人呢 恐怕呀 全中国的考生 对着黄刚的感情 那也是相当地深厚 相当地复杂呀 那些年 还有有做不完的黄刚秘卷 黄刚宝典 有听不完的黄刚经验 尤其是那个秘卷 常年是提风诡异 让人做一次就疯一次 时隔多年 再想起来呀 脑海里啊 还是畅扬在黄刚提海中 奋鼻疾疏的画面 这些都是黄刚宗学 巅峰时期的证明 不过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现在的这个黄刚 不再像以前那样 凶啾啾气昂昂 2002年 教育部推行了自主命题 他的武林盟主地位 那就开始动摇了 2004年 各省已经开始分批试点 进行新课程改革 这黄刚中学的硬式优势呢 也不再那么明显了 到了2014年 然后黄刚引以为傲的 这个奥赛亚 于高考脱钩了 那更是给了黄刚重重一击 风光不在 那一些尖子生啊 优秀老师啊 也就慢慢出走了 有人说 黄刚神话的破灭 是一种必然 你像有这个黄刚的老师啊 是这么总结 他的教学状态 那就是苦读 苦教 苦帮 就是一二字 苦啊 他的教育模式呢 也受到了很多学生和学者的诟病 有毕业生 写过一篇文章 把在黄刚求学的日子啊 就形容为 我的地域生活 说那就是一个集中营啊 另外 有专家认为 黄刚中学 就跟现在什么 毛毯厂中学呀 恒水二中一样 他们的荣耀和辉煌 对整个中国的教育体制 对中国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不是什么荣耀 有人大代表啊 直言说超级中学 就是教育的癌细胞 要我说呀 教育啊 从来就不需要什么神话 学校呢 也从来就不需要什么超级 他们需要的呢 是一个平和的心态 点滴的积累 那些所谓的高歌猛进 那只能是昙花一现 最终啊 厌其息鼓啊 刚刚过去的清明节 不少人去扫墓的时候呢 都会收到这么一张缴费通知 说这个墓地到期了 该续费了 还有的地方啊 工作人员 就在那守株待兔 专门厚着手着提醒你交钱 据报道 北京八宝山公墓 即将到期的这个墓地呢 有三万 已经交钱续租的呢 还不到六七千 另外 这山东辽宁重庆等地 也数万个墓穴呢 集中到期 如果不续费 对不起 就会被当作无主墓地啊 进行处理 根据相关的法规 咱购买到的呢 只是墓地的使用权 没有什么所有权啊 都是这个租赁关系 在我们国家 墓地的使用期限 一般都是二十年 超过了二十年 就得续费 重新交钱 当初在这个制定 使用期限的时候 考虑到了很多的因素啊 比如这个土地资源啊 公众的这个经济承受能力啊 还有这个社会老龄化问题 那到底为什么规定 非得是二十年呢 有什么根据吗 曾经还真就有殡葬专家 去专门问这个民政部的工作人员 结果呢 人家说 我们也不知道 那到期货的目的该怎么办呢 重新交钱呗 但怎么交交多少期限 又定多少年 那就让人迷惑了 因为全国呀 他不一样的 按照规定 这种费用啊 是由各地方啊 依照你各地相应的成本利润 自己可以决定 你都没有一个参考了 如今 这墓地的价格是连年上涨 新的缴费标准 甚至啊都已经跑赢了房价了 其实墓地使用期限 也不是咱中国首创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相应的规定 为了避免墓地资源枯竭 墓穴呢 都要进行二次使用 甚至有的那个墓碑啊 人家两边用的 这边写这个人的名字 另外一边是另外一个啊 德国日本这些个国家 墓地使用期满之后呢 都会深埋储存 这样啊 成本就不至于太高 也不至于就让人呢 支付不起 要不说 关于这个墓地续费这个问题 咱们还得弄弄清楚 可千万不要在死不起之后 还又让人脏不偿啊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最新一期的看天下文章标题 禁止体罚 分裂法国 一个问号 在这个欧盟的大多数国家 你体罚孩子啊 是被法律严格禁止的 不过呢 法国 除外啊 如果你是一位法国的家长 你是不敢打自家宠物的 因为人家法国有民法规定 动物是有感情的生命 不能被殴打 但是呢 你可以轻轻的打自家的孩子 前面九 欧洲委员会 督促法国 你要改变这种情况 当然呢 法国方面呢 仍然宣布 我们不会全面禁止体罚孩子 一直以来 在法国 也曾经有人试图修改法律 引入一些有关体罚的禁令 但都失败了 因为国会的议员呢 他不敢投赞成票 80%的法国成年人 都反对 禁止体罚 他们就说了 父母都是很爱孩子的 只不过当孩子太顽皮的时候 才会进行小小的体罚 法国有一个部分 叫家庭部 那部长就说了 不能把禁止体罚孩子 写入到法律 否则会有分裂国家的风险 什么意思 他会把法国变成两大阵营 支持打孩子的 严禁打孩子的 看来 对于要不要禁止体罚 法国人 还真不是一棍子能打死的 接下来 三连生活周刊 文章标题 安吉利纳朱利和他的乳腺癌基因 前不久 安吉利纳朱利啊 通过纽约时报宣布 他已经切除了卵巢和疏卵管 再度引发轰动 毕竟嘛 两年前 他已经切除了他的乳腺 由于他的这个影响力啊 在他之后啊 这个癌症遗传诊所的咨询量突然就暴增了两倍 这一位世界上著名的美女主动选择切除自己的器官就引来了激烈的争论啊 有的人就认为他太明智了 他属于未雨抽谋 但有的人就觉得你也太激进了 你这属于什么呢 过度医疗啊 对于这个原因啊 朱利自己就说了 是由于家族的遗传 他们家呢 有三位女性长辈 他的母亲 他的姨妈 还有他的外祖母 都患病去世 他就表示 就我个人而言 我不会觉得自己失去了任何女人位 好 接下来是低财经周刊文章标题 把垃圾摆进豪华商场 在哪个商场干这种事啊 还真有啊 说在巴西里约的豪华购物中心啊 摆放着垃圾 还密码标价呢 一堆泄了气的气球 1.6万美元 旧的塑料椅子 1.6万美元 破碎的电脑显示屏 6万美元 乖乖 你这是要抢钱的节奏啊 其实啊 这些垃圾不是用来卖的标价 它显示的呢 也不是这垃圾本身的价值 而是这些垃圾一旦随意丢弃 要清理垃圾所需要的成本 给垃圾标价 让人们看到的是环保需要付出的代价 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武汉出现遮羞墙 那墙外呢 是马路 墙内啊 是破败的建筑 这还真是墙内墙外两重天 你这是要遮谁的眼 印尼烧毁3.3吨大麻 因处理不当 导致附近居民集体吸毒 这事是闹大漏 教室里的横幅 期盼还需情锻炼 人丑就要多读书 有你这样励志的吗 好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小康杂志文章标题 家庭用药千万不能任性 现如今啊 常用药那是每个家庭的标配了 有个什么头痛脑热的呢 自个吃个点药就可以搞定了 在一项调查当中 排在前五位的家庭常用药 分别是感冒药 退烧药 肠胃药 眼药水和止歇药 平时啊 不少人都相信自己啊 比这个医生啊 更了解自己 调查就显示啊 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 有将近四成的人 都会根据个人的经验 自己去买药 看来经验主义者是不在少数啊 自己吃药 他最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看药品说明书 不过呀 调查就显示 只有七成的人 会逐条仔细的阅读 包括用量 禁忌 不良反应等 有些人 他从来就不看说明书 一有什么病呢 就呼人吞药 这就有可能吃错药了 除了细看说明书 人家专家还表示 家庭用药 确实可以救急 但有一种药 是不应该家庭常备的 那就是抗生素 因为抗生素啊 它属于这个处方药 吃抗生素呢 必须要先咨询医生 由医生来决定 是否需要吃 另外 给孩子吃成人药啊 这个家长啊 也不在少数 儿童用药 他比较盲目 真叫一个用药靠掰 剂量靠拆 目前 不少药品呢 他还缺乏这个儿童型啊 这个儿科医生 开药的时候啊 也有点捉襟见肘 所以父母给孩子吃药的时候 那真叫一个无奈纠结啊 在家中储备药品呢 是为了有备无患 不少人呢 就未雨绸缪 哎呀 大量的囤药啊 其实啊 这种做法呢 是暗藏风险 你比如 这药物放置时间过长 过了那个保质期呢 就可能失去了药效 那么对过期药 咱们该如何处理它呢 在国外 过期药品的回收体系 人家是比较健全的啊 你比如美国 它企业呢 会到你们家来上门的回收 到了咱们这呢 没有相应的服务 不少人呢 也许就随手这么一扔 扔到垃圾楼里 跟生活垃圾啊 一块倒掉 这么做呀 它会污染到环境 其实 在各医院的药房 都有过期药回收箱 最好的做法就是 把过期药送到医院 进行集中处理 看来啊 这家庭用药 可千万不能 要要要切根捞 接下来是中国新闻周刊 文章标题 清华月牙多 食品安全理想者 前不久 清华女生 发布了一本 中国食品安全档案 这书的编写者啊 是两位清华女生 和他们的团队 叫月牙多 这个名字呢 来源于这个民间 对于手指甲上 这个月牙形状的 这个说法 说这个手指甲上啊 月牙越多 说明你这个身体呢 就越健康 其实啊 在他们编写这本书的时候 基本没有什么人看好 说不会有人看的 诶 书编好了之后呢 也没有人愿意掏钱 给他们出版 最后啊 有一个出版社 愿意出版 条件是什么呢 用字符 最后没办法 只印了两百本 还没有公开发行 不过这书出了之后 影响力却超乎他们的想象 很多人主动联系他们 有想买书的读者 有采访的媒体 还有人想作为志愿者呢 加入到他们团队月牙多 最近国家食药总局 还主动联系过他们 月牙多有二十多名成员 如今呢 都成了半专业的食物医生 每次吃东西之前 他们都要望闻问切 来判断 这是不是安全的 我们回到这标题啊 清华月牙多 食品安全理想者 要我说啊 这样的食品安全理想者越多 咱食品安全就不再是水中月了 接下来周末画报文章标题 新合拍片的时代来了 现如今全球影坛呢 好像有这么一个潮流 那就是到中国去求合拍 你看前不久 英国威廉王子来访 签订了一个合拍片协议 合拍片不再受进口片的配额限制 还有去年的七月 韩国跟中国呢 也签订了一个电影合拍协议 中韩合拍片 享受香港合拍片的待遇 当然了 在这里 我们还是要重点说一说香港 香港是最早跟内地合拍电影的 现在大家呀 都来合拍了 那香港电影 怎么保存自己的优势呢 从这个2003年兴起 这香港合拍片到现在呀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题材呢 不再是以前常见的什么古装武侠片 而是呢 引进了香港电影昔日最擅长的故事 无论是题材还是情节 都有了新的面貌 如果我不告诉你 你会觉得电影陶姐是合拍片吗 其实啊 这就是一部岗位十足的电影 还有顾其风的独占 包括这个扫毒啊 风暴啊 这些极毒片 都包含了香港电影耳熟能详的一些元素 飙车 毒品 黑社会 金费枪战等等 香港电影 那曾经是享有盛名的一代宗师啊 现如今在合拍片里 重施自己的特长 就真如同王家卫在电影一代宗师当中说的 留一口气 点一盏灯 有灯就有人 好 接下来新明周刊文章标题 莱文斯基迎着羞辱前行 前面就莱文斯基在TED啊演讲 引起了关注啊 这莱文斯基这个名字啊 本身就代表着话题 代表着头条 无论他是沉默还是发声 他就是焦点 这一次呢 他演讲的主题不一样了 是什么呢 抵制网络欺凌 莱文斯基曾经是漂亮能干的白宫实习生 直到性丑闻事件曝光 他成了人人喊打的小三 甚至连那无辜的被雷帽都成了错误了 所以这新闻在1998年爆发 他也就在互联网上火了 这也是互联网第一次在重大新闻事件当中 超过了传统的媒体 只要你清点一下鼠标 就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 网络让莱文斯基是一夜成名 从一个无名小竹变成了人人可以公开羞辱的对象 对于这个明星绯闻的周一界人们会说且行且珍惜 或者呢要么在一波又一波的新八卦当中把这个明星的丑事给遗忘 但莱文斯基不一样 丑闻给他带来的影响一直都在都在持续着 他遭受谩骂找不到工作 要靠父母和这个朋友来接济生活 莱文斯基在演讲当中就说呀 因为自己的老板是总统克林顿 他就成了全世界羞辱的对象 谢如今在饱受网络欺凌之苦后 他决定勇敢的站出来 对网络暴力说不 来看最新一期的商业周刊文章标题 亚洲鲤鱼的艰难回流 最近一段时间有这么一条鱼 脚的美国是心神不宁 什么鱼啊 亚洲鲤鱼 说这个上世纪七十年代啊 美国呢为了清洁水体啊 就进口了八种这个亚洲鱼类啊 把它们投放到美国的部分湖区 可是没想到啊 那湖遇到这个洪水呢 这些个鲤鱼啊就四处乱蹦乱跳 跳龙门了 并开始的在美国大量的繁殖 现如今在美国的一些河流当中 亚洲鲤鱼的数量占到了鱼类总数的90% 这些入侵的亚洲朋友啊 对这个美国境内的生态系统就构成了威胁 以至于呢 当地是谈鲤鱼射变 为此美国是绞尽脑汁啊 据说奥巴马政府啊 已经这个累计花了将近两个亿来治理两亿美元 今年初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还提出要建一个巨型的堤坝来阻止亚洲鲤鱼北上 如果这个工程动真格的话 那对不起要耗时25年才建成 光这个花费呢 要高达180亿美元 不过我想啊 等到堤坝建成了 亚洲鲤鱼啊 基本上已经统领你五大壶了 看到这 咱中国人民就急了呀 你折腾啥呀 对付鲤鱼还不简单吗 吃掉它 什么 唾交鱼头 清蒸鲤鱼 烘烧鲤鱼 糖醋鲤鱼 如果咱大家主团去美国 分分钟 把它们消灭 还真就有鱼业公司啊 付诸行动 想要把美国的鲤鱼呢 运到中国来卖 不过效果不咋的 你看啊 首先 美国生长的鲤鱼ABC 在中国咱不太对胃口 还有啊 你从美国运过来 咱中国人不太喜欢吃啊 咱都喜欢吃新鲜的活的呀 另外 进口生鲜鲤鱼啊 产品的稀缺性是很重要的 你像这个鲤鱼 咱天天见得到 是属于什么家常食材啊 它不像什么帝王蟹 雪鱼 澳洲大龙虾那么高端 也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所以亚洲鲤鱼 这鲤鱼跳龙门容易啊 想要重新跳回来有点难 好 来看最新一期的周末画报 文章标题 为何一封信 让众多飞行员落泪 最近 飞行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得以A320坠毁事件 让全世界震惊 一些飞行员 因为这一场空难 背负了很多的责难和压力 甚至啊 有飞行员呢 因此选择霸飞 可以说 负面情绪蔓延 前不久 印尼航班机长和副驾驶打架的新闻 更是丢尽了飞行员的脸 让这个职业呢 笼罩着一片阴霾 这个时候 这么一封来自某航班乘客的感谢信 那就像暴风雨之后的阳光一样 给予了飞行员们满满的正能量 这个乘客呢 经常乘坐这个飞机 在得意空难发生之后 他就用心写了一封信呢 来感谢飞行员 说在人生这一辆过山车上 我们都是尽力去活着的普通人 我明白这一次坠机事件 对飞行员来说是多么的触目惊心 但也许一句随意 却由衷的感谢会改变一切 他还对于自己能够安全到家 向这个飞行员呢 表示感谢 就是这么一封信 在社交网站上广微流传 有飞行员看了之后感动不已啊 本来一直坐在小小的机舱内 那是一件孤独的事 可是这么一封信 让他们倍感温暖 海阔天空 来看最新一期的新明周刊文章标题 比自恋男性更强 什么意思啊 这个人们普遍觉得 在自恋界呢 有着霸主地位的应该是女性吧 但根据最新的研究报告 说他男性啊 比人家女性更自恋 报告呢 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啊 分别是领导能力 耗出风头 安享特权 他就发现在安享特权者方面 男人比女性更有可能剥削别人 同时呢 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多的权力欲望和那种魄力 男性呢 还更爱虚荣 不过这种虚荣呢 倒不是体现在什么穿戴呀 或怎么买名牌上面 而是呢 被认可及拥有主导权 如果男孩子的努力得到了认可 得到了赞扬 他就会得到更大的满足感 咱们举个例子 说男生更喜欢那些懂得他们幽默感的女孩 如果讲到某一个笑话 能够让女生开怀大笑 他就会很得意 你还别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延伸到中国男性的择偶标准上 那也是这样的 男生更喜欢那些贤惠的顺从的善解人意的女生 这就有自恋的因素在那里作祟 谁不喜欢自己被崇拜被顺从 当然了 除了这些精神层面的内容啊 外貌也是某些男生自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男孩子打扮起来呀 半点都不比女生差呀 说英国呀 有一位男性的健身教练 光花在手指甲上脚指甲上的金钱呢 就有三千英镑得好几万人民币呀 还有那些个教姑娘们化妆的顶级美容师 什么理发师 哪一个不是男的呢 您瞧瞧 比起自恋 还真就有可能女子不如男呢 来看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几个锐词啊 第一个词大妈快递 前不久 刘强东说要发动广场舞大妈呀 来做快递配送员 也就是这个大妈快递 如此这么一来啊 大妈有了一个新的事业可以开脱了 去年 马云曾经说这个刘强东啊 十年之后 每天将会有三亿个包裹 你得聘请一百万人 我累死你 哎 人家刘强东啊 好像还把这话听进去了 于是呢 就想发动广场大妈来送快递了 咱设想一下 你打开门的时候 看到大妈在门前跳广场舞 你纳闷呢 哎 转眼将一个包裹递在你面前 这画面想想都要贵了 好 下一个锐词 最美村姑 这说的是谁呢 高圆圆 清明期间 女神高圆圆和丈夫赵又婷回乡祭祖 还举办宴会 热情的招待他的村民乡亲啊 毫无明星架子 照片一登出来啊 大家是纷纷惊叹 说女神就是女神 人家不会忘了接地气 不过有人就调侃说 高圆圆看起来啊 倒不像是从这里出去的 反倒是赵永廷 呼托托 像一名村旗干部啊 好 下一个锐词 宠物咖啡馆 之前 咱们说到过卖咖啡的喵星人 就是你在喝咖啡的时候 可以跟这个店里的小猫啊 来亲密接触 现如今 这个模式啊 已经拓展到了多种宠物 你比如伦敦 说要开一家狐狸咖啡馆 让你在店里呢 和那狐狸斗乐 东京 要开猫头鹰咖啡馆 就是你喝咖啡的时候啊 会有二十多只猫头鹰 在你头顶上飞过来 飞过去 另外 还有什么绵羊咖啡馆 小兔兔咖啡馆 迷你猪咖啡馆 还有这么一来 哪是什么咖啡馆呢 简直就是动物世界 下一个律词 山寨夫妻 前不久 张绍涵和周杰伦结婚了 哎 您可别吓着了 这都是打了引号的 两位啊 都恰巧 长了一张明星脸 这新娘叫刘孟涵 新郎呢 叫孙东 人家看上去呢 是山寨版的明星夫妻 可人家的爱情都是纯正版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下周一周五 接着说 节目最后呢 是天下年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